陆寒长得那么秀气的 他演一个热血英雄 他怎么能拯救地球 大家因为对陆寒的印象 可能不觉得陆寒是一个很勇武的男生 对 你的看法 你说他有少年气 对 当然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跟媒体去强调的一个事 但是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陆寒我觉得有点冤 因为我自己就是从来选演员 我没想过这些事 而且最早当初找他的时候 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流量明星的标签 小鲜肉的标签 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还刚从韩国要回来 就只是在韩国那个组合里边 还没回来 还挺红的 对 还没回来的时候 我就找过他 因为我偶然在那个 就看完小说之后 看了一张他照片 我说这个小孩 我说是谁 你们帮我找找 他就跟我想象的那个江洋 非常的重合 就我只是看照片的感觉 后来就聊了聊 原来是我北京小孩 那这个 我觉得可能跟我那个人物 还挺接近的 其实我以前啊 不管拍什么 就做电视剧也好 选的这些演员 有的可能大家观众说不知道啊 不认识啊 从当年 玄海星他们开始 张嘉义什么的 这些 其实我的唯一一个标准 就是说 他这个人物 在最开始的时候 跟这个演员 他有重合度 那我是 因为我的所有的故事 都是剧本 也是我自己参与的 时间特别长 所以我在不断的在调整剧本 做这个剧本的工作当中 我去作为一个导演 就去跟这个 比如说 哎 这谭飞 他跟我这个人物特别像 那我就不断的在重合重合 我觉得特别像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啊 那就是他 因为我其实我还用过几个 那个完全是飞之类的演员 就是因为我生活当中的朋友 我觉得 我是这个人跟我这个剧本里面 这个人太像了 我把它拿过来 就让他演戏啊 所以这种情况也发生过 那其实小鹿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只是后来我们的这个时间 就整个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那太长了之后 他在中间发生了 就是哎呀 一下好像就变成什么 所谓的流量明星了 然后变成什么什么了 那我们再找他的时候 好像他身上已经有很多这种标签了 对 他身上贴了点标签 他合适 我就不用他 这个我觉得也有点 就是就是违背他这个 这个就我作为导演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后来我就一直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第一 就是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作为导演的工作范围之内 从来没碰到过制片方胁迫我说 你一定要用谁谁谁的 所以演员都是我定的 那么呢 所有的演员的表演 就不管早年的我的电视剧海青 张嘉义文章啊 什么这些 这些白白河他们也好 到现在的陆寒他们 其实我作为导演都是我负责他们的表演 那最终演员是我挑的 我认为符合人物角色的 表演是我现场指导的 我也没有说 剧组里边有个什么表演指导什么的 他们来负责这些事都是我来的 那最后喊他的时候 说过的也是我 那你不能最后说演员演的好的时候 那当然我有一部分的贡献 那演员演的不好 肯定是我的责任 其实很清晰 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想法 那现在就是 至于观众最后接受不接受 那是就是等于最后 我们交给观众的一个事 我还是觉得就是 最终你要看 是不是符合我这个故事里边的这个人 而不是说单纯他是一个肌肉男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吧